你不要的那一列 这个好像前面有 有没有印象 那个在数学函数那个部分 有一个是标准不标准的那个范例 我要把那个标准 留下不标准的 因为我可能不标准的是 我可能会是我的那个客户来源的话 因为不标准才需要健身 标准的话干嘛来健身 所以就把标准删掉 留下还有印象吧 那我那时候好像讲过 如果你要删除列 记得从后面删回去 因为你从上面删下来的话 假设说你今天 把这个这一列第二列删掉的时候 它的位置会变 它怎么样意思 就是说你删掉这一列的时候 第三列会变成第二列 那第四列会变成第三列 那本来你应该是删24680的 结果它一上来之后的话 它变成第三列了 这边357 有没有 那这样的话变成你删一个 它又跑一个 删一个又跑一个 除非你要做很多的计算 不然的话太难了 那如果说你今天呢 从后面删的话 比如说你38 那它删了之后 它就一直往上跑了 所以你删完18之后 19你不用理 因为它是这样往上的 那再来就36 16还在嘛 如果你16删掉的话呢 它再来就34 14还在嘛 14不会跑 所以如果你由下往上删的话 那就不会有影响 那所以删除的话 它一般就是把它倒过来嘛 比如说我们for I 等于从1到19 对不对 那你变成颠倒 for I 等于19到1嘛 19到1 但是后面要加一个step -1 step意思就是说 你的那个区间 有没有 本来是预设是1 就是一直往下 正的 那你给它-1 就是颠倒了 第一个颠倒过来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说什么样的状况 我可能就设一个条件 比如说A 假设A栏里面的资料 如果是空的 一般或者你B栏也可以 反正你的可能的条件是 A栏或这个储存格里面 哪一栏的资料 是什么样的条件之下 你才做删除 所以回圈里面会需要一个判断 判断什么 A栏里面的是空的 那空的我前面讲过 两个双一号 我们就是空的 然后呢 then 那一列 列的话就rose rose 然后那个I 点delete 那就帮你删掉了 所以程式写完之后 应该大概就一个回圈 上下两行 中间一个if 然后再加一个 delete 所以总共应该加起来五行 应该有那个 所以最好自己要练习一下 如果可以的话 自己写出来 因为时间关系 我给各位看一下 那这个程式在哪边呢 其实网路上都有 刚好我本来要想要讲 就同学马上就发问了 在哪里呢 在这边 有没有 文字累加的下面这边 删除空白列 有没有 OK 所以刚好大家都需要 那这个地方你就把它 这两段 这两段先一起复制好了 那这两段的话 你等一下就是 最好是可以自己写写看 如果你实在是没有把握的话 可以先玩玩看 比如说你就把它先复制之后 再贴到这个我们的程序下方这边 就OK的 然后游标放这边之后 你试着删删看 但是我建议各位 因为删除 刚刚有同学问了 删除之后可不可以 恢复复原呢 当然VBA是不行的 所以如果你要练习的话 我建议你先把什么 百加性1按Ctrl键 复制一个来练习 不然的话你删完之后 你空白列就没有 你要再练习就没有了 OK 所以如果说删除完 那你再把它复制 可以再继续练习 那怎么做呢 先复制一个空白的 接下来 这个应该没问题 就是for I 等于 19 到 1 step 减 1 然后if sales A 里面的等于是什么 等于是空的 有没有 然后就把那一列给删掉 反制就不删掉 好 应该没问题吧 然后再往下 一行一行跑吧 然后A 第 19 列 A 是不是空的 不是 所以它跳过去了 那 18 列是不是 是 对不对 那 18 列 列号就是 I 对不对 然后里面的话就是 18 删除 删除了 OK 所以你会发现很方便 如果你会控制它的话 它非常的听话 尤其你大量资料 我以前处理大量资料 尤其里面像有重复的资料啦